大家好 11月16號 中華全球藝術文創協會 有一個很棒的創舉 什麼樣的創舉 就是把台灣 在艺术界比较杰出的这12位女性的艺术家 要做一个专刊 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十二金钗 也就好比把一个艺术的舞台 推展向选美的模式 这个选美的模式不是在选我们艺术家的外表 选美的是让艺术品的选美呈现在媒体 呈现在国际的舞台 让很多喜爱台湾艺术的朋友 就可以透过这样一个专刊 可以了解台湾在艺术界有什么样的一个 很多的作品呈现出来 而这些作品是由我们女性的朋友 女性的杰出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 所以本台台湾网络艺术电台 特别在这边做一个报导跟做一个记录 那也希望台湾以后的这个艺术舞台 也更多的十二个精彩 换句话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把艺术家 推自国际的这个媒体 让国际上喜爱艺术的人都能够在中华全球 艺术文创协会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创意的推出之后呢 更源源不断的把台湾的艺术家可以呈现给大家来看 所以台长很高兴的特别来在这边跟大家来介绍 这一次的这个十二斤差的成军的一个餐序人报导 来照相这边 来照相照相 他就7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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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同妹 同妹有个母亲 我们就一排就好了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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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 男生再靠过来一点 去华晨有个餐序 然后下午再四一位 你要先帮他不要自己顶到二头 对对对 那这样去就起来 艺术部来自发商业 艺术部 艺术部郭湘林老师 对 第四个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谢一花老师 然后我们从台中来的艺术顾问 叶君平老师 然后还有从三峡来的林英庄老师 还有我们的杨秀英老师 还有秋树梅 我这上面打错了 秋树梅老师 秋 对 对 来来来 胡老师 对 今天第九届了 我们每年电视都转播 那我们有很多老师 像黄光燃有一年是担任我们总结赛的评審长 有一年是 他担任我们总结赛的评審长 那一年是台义大校长 后来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 是我们开幕了贵宾致辞 跟罗书雷 还有跟北市观传局的副级长邱冯兴 都是我要来的 那我们前两年也成立一个团体 叫CT妹 妹你的妹 那号称是国内唯一一个是 经由显美显出来的冠军团体 那这个音乐制作人是房大金 是国内十大音乐制作人 他有制作过刘德华、黎明、琪琴 一大堆的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画画是你们的专长 但是行销可能不见得是你们的专业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如果个别去行销 资源也比较分散 所以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我想说我来组一个团体 那当然好像到台湾大陆 有一个国业团体叫十二精彩的样子 后来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情 我知道国内是有个叫无双夜团 那所以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理念 然后我想来组这样子一个团体 那当然这个只是表面的动机 最主要就是说其实我不画画 但是为什么我应该把时间奉献在这个上面 那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我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华文化 第二个这样一路走来十几年 认识了很多艺术家 所以有很多艺术家 他的工作室我都去了一、二十次 像黄登桂、吴开钱 那像欧老师大概 这七八年来大概也有将近十次了 所以无形之中可能 就跟他们另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索说 我是不是能够在上面做一些服务 跟做一些贡献 所以是在这样一个言由 所以变成我当时在组织这个十二金猜的时候 我就设定要第一个要中华 我不要西华 因为他要代表中华文化 第二个我希望说在业界能够有二三十年以上的资历 第三个我希望说因为要有传承 希望说他不是只是自己来画画 能够有教协生的一个资历 这个是我设定的三个方向 那言论上不错 我都可以说把我们台湾、台北市的这个精英 都网罗了 那当然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王晋江老师 掌声鼓励 林慧玲老师 大家好 邢言如老师 陈一乔 陈一乔老师 陈一乔老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 抱歉 我们今天本来有个特别来宾 台湾商报的刘社长 然后协会陈克章陈礼商也加入我们协会了 其实他前理事长杨真 我们在筹备会的时候 他就有来的 他也填着入费申请书 可是他没缴费会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收 所以这个就没有把它列为我们的成员 我想说一点点钱 那后来跟他开口就算了 对 然后我们这一路走来 我相信各位很多人都看得到 我们做的费 目前已经有出了三本刊物 第一本就是五月份出了 那是由欧豪连老师提的字 这里艺术顾问或是发展伟言为主轴 所以只要你是艺术顾问 发展伟言 几乎应该都有介绍过 那会言的话就不一定有介绍 那第二本就是我们五月份去罗湖 就是黄永川老师提的字 因为台湾商报刘社长早上临时说有事 所以我早上其实有打给黄永川 他在基隆路他是花一期会理事长 他们开农街人 那这个中间可能跟第一期会有宠物 但是因为这个我们是有一个主轴的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九月份的就是 七月份基督工展展是编制内的 马上有上来的时候 资政发布的21名 那国策顾问发布的79名 那当然这几年的内阁的更迭 可能有在补上去 就像黄光然是补上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给我的 要我去颁奖 但是我没有去 我跟他回复说分身华数 那谈量级是我们的荣义理事长 那秦庆森谈量级都是我大概十年 十年以上的朋友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编第四期的 等一下秘书长会的 因为他住基隆 那大概我审过之后就订稿就会送印的 那我们第四期我是找罗振贤 长龙大学跟台一大的教授提了字 那我们每一期都是不同人的提了字 那有人是说为什么不把它固定下来 像欧老师就希望我把它固定下来 大家好我是书画家郭湘霖 我从事的义识是书画以水彩水冒的融合 这一块的领域是比较创新 所以我的代表作你们想看的话 就来到诗人网路电视台 一按就有我的作品了 那今天很高兴 我的作品当中充满了生命 充满了美 以及充满了个人想象的装作空间 所以只要你们对艺术有兴趣 则都参与网路电视的观摩就知道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刘萍 因为我为什么会创造这个艺术呢 因为我是因火得福 我是一个励志画家 我从癌症这八年呢 因为画画我已经忘记我是一个癌病友 那也认识了很多很多艺术界的好友 所以呢 我觉得艺术代表什么呢 我现在画那个花鸟我越画越开心 艺术代表我的生命 代表我内在的一个能量 也代表我心中的一个活水 所以说我今天找到的艺术 才是我真正的生命的开始 对我来讲我非常开心 谢谢 这个艺术方面我觉得是生活最美好的部分 家里呢就是说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家里一个人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 就会带动全家人欢乐的气氛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现代水墨创作艺术家谢玉花 那我呢虽然是五十几岁才开始画画 到现在呢也有二十年了 画的呢都是以现代水墨为主 而且呢所看所谓现代水墨就是呢 我呢并不是以前虽然也学了一些传统的画画 但是现在呢我是无手不画 尤其是呢我呢喜欢到处旅游 我呢会把台湾的景色呢以台湾为主 挥洒台湾 把我所看到的把它呢全部以现在的自己的想法呢 把它呢画出来 那我的艺术创作呢希望能够呢 让社会上的人呢能够看到一些作品 而提升各位的艺术气息 提高大家的欣赏水准 好谢谢 好 大家好 我叫陈丽雀 我这个雀呢也可以读作巧 所以呢也有人叫我陈丽雀 我都会喊幼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 那么父母呢也就根据我的兴趣 让我呢在这方面多多学习 因此在学习过那个学业的这个过程呢 我一路走来都是读的是艺术系 在这个艺术的天地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快乐 我也很幸福 那么我是 我的师承是欧豪年教授 那么我跟着这个欧教授呢已经有33年 其中呢28年是当他的助教 收获非常的多 我认为艺术啊就是要快乐 在画一幅画之前 我总是先有很很感动的情愫去画 因此呢我的画就是说 我不限定什么山水花鸟走售 只要是能感动我的我就去画它 谢谢 大家好我是杨修英 我从事山水花鸟书法 还有现代多媒材的艺术创作 30多年来我制作了那个YouTube的影片分享艺术 还有艺术呢就是传达生命的美 那把宇宙间的能量赋予更多正向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共创与艺术 大家好我是林慧玲 那我是从事呢从中画到西画书法到现在多媒材的一些材质 来做所有的创作 我认为艺术呢要以丰富的生命内涵 要以丰富的人生经验 然后呢再加上对于周遭事物的所有感动 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足以感动别人 我虽然是学文学出身 但是呢文学的内涵文学的生命 常常注入在我的作品当中 所以说文学与艺术在我而言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师臣是吴晨彦老师 景松林老师 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师 在这不一一赘述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叫林英庄 英国的英 化妆的庄 我非科班出身 但是我喜欢画画 也藉由这个画画 我认识很多朋友 也因为这样子 因为画作跟大家结缘 让我能够因为画 做了很多爱心善事 我很高兴能够跟这些艺术家 跟这些朋友在一起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两岸女画家叶中平 来自浙江绍兴 我重视的是公别仲才 还有国画 还有陶瓷 绘画是我最爱的一名 因为我平常就 从小就喜欢画画 每天吃了画画还是画画 我愿意把我心中最美的画 先给大家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邱素美 目前从事公比绘画 创作与教学 那公比画的特色就是工整细致 它有精致的线条 和柔美的色色 那艺术 大家对艺术的定义都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点最重要 那就是画的快乐最重要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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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台长 台长现在来到的是世贸医馆 世贸医馆有什么样活动呢 就是2014年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那待会儿呢 就是要在博览会里面带大家来参观各种不同的画廊所展出的一些作品 好 大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以他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的精华所在 没有跳脱床头的束缚的话 就没有办法画出自己的格调来了 我刚刚在节目上有说 其实艺术不是只有子余做画 当然画作的好处是 让你能够直接透过你的感光 用视觉就可以来欣赏艺术 其实每个人心中有他不同的艺术 讲话也是一种艺术 做节目也是一个艺术 跟场地的设计也是一种艺术 也许大耶 晓越 铃蛋 后面 我们刘老师另外一个太阳的作品 我是吴台长 这一次在我们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的安排之下 台长也来到了我们的2014年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刚好今天是最后一天 真的来这边你要来看一些艺术的创作也好 或者是各个不同的领域的这些作品 你确实要准备好你的体力 要不然台长今天逛了一天之后就已经有点腰痠了 所以在这最后的结尾 台长在这边跟官官总朋友来讲 若是下一次2015年的国际艺术博览会的话 一定要抽时间来 或者你可以跟协会来这边报名 可以安排跟着协会一起去参观 这样的一个这么丰富的艺术视频 下回见 字幕志愿者 uni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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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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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鉛筆 只有這兩樣嗎 還有一些文具 所以你想要準備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跟所有的好朋友講 當你要準備這個的時候 你想要給誰 你想要給多大的 然後你就把你的心意 你想佈置的放到鞋盒裡面 寄過來給我們 我們就負責幫你送到育幼院去 我們就像聖誕老公公一樣 阿姨你現在是主席 你想怎麼做 我啊 我想怎麼做呢 我希望我能夠架構一個平台 要很透明喔 讓所有的捐贈者 跟育幼院跟需要幫助的人的地方 架構一個平台 讓大家直接的可以聯絡到他們 透過我們 然後讓大家都會知道說 哇我們的禮物就可以送到哪裡去 我們這個禮物 可以可以怎麼去找 這些育幼院的人呢 我們通通都可以給大家我們相關的資訊 讓人家都知道說我們是 哇是一個很好很透明的地方 我們可以幫你轉訊息 又可以幫你送禮物 還可以接待小朋友到台北來玩 我們要做一些招待的動作 然後我們直接在未來呢 想要給小朋友更多的福利 給我們的志工更多的福利 那我們都可以成為聖誕老公公了 對啊 而且一點都不難喔 很簡單 謝謝你們 那收藏叔叔 給你介紹一個好的事情 想不想知道啊 今天是什麼日子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今天在學愛心協會 對 今天也是愛心協會成立的日子 就好像我們一個小baby 剛開始誕生一樣 這第一天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個協會 是一群有愛心的朋友 大家因為興趣相投組合起來的 最後的選出理事長 是要領導大家在這上面 去貢獻跟進步 所以我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什麼動作是我們要做的啊 投票 對了大聲地講出來 投票 投票要投給對的人 投給好的人 對不對 這投票投完了 最後產生了理事 再選出理事長 但是這個票投完了以後 是不是就沒有了 那如果十年以後 能夠把這個票拿出來 是不是能夠記錄到今天 所發生的這個事情 這個歷史 變得很有意義呢 對 所以等一下 去拿一張票 請我們理事長簽個名 然後你就把它 好好的保留起來 就收藏好 不要因為長大了 把書桌書房一整理 就通通都丟掉了 所以一直好好把它留起來 然後十年以後再拿出來 是不是變成很特殊 很有意義的回憶跟紀念品啊 嗯 是的 好那等一下 你就去拿一張選票 請李事長在上面不但簽名 他要把今天的日期 也把它寫下來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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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看的 有好看啊 剛剛小姐你告訴我 這個去 給理事長簽名 十年 之後就會很值錢喔 為什麼這個會很值錢 簽的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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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要走 快點 去找理事長 走 理事長不要走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 幫我在這裡簽名 喔 簽名啊 OK啊 好 那我現在要簽囉 幫我寫日期 寫日期OK 還要按指紋 按指紋啊 謝謝 等一下 我們再簽一張筆記一下 還有簽名 好 還有今天的日期 好 好 簽名喔 理事長 恭喜恭喜 恭喜你當選理事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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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 哈哈哈哈 又要簽名嗎 好 喔 簽名了 也要日期嗎 喔 太好了 OK 好 謝謝 謝謝 等一下 你還我 等一下 媽媽哥哥 先不要拿給我 你要做什麼 沒有什麼 就先拿給我 喔 10年後 他就有價值 蛤 真的還假的 你怎麼會有價值 沒 10年後我就找我什麼了 喔 OK 好厲害 好厲害啊 你好好保留起來 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不管他將來值不值錢 都會變成很美好的回憶 好 好 耶 好讚喔 愛心協和送愛心 聖誕來的就是你和我 大家一起找我送愛心 耶 台湾愛心協和協會 上 耶 最奇數的愛心 神奇光色彩 帥帥帥帥 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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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星零 星零 趙